各位同事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还能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和学习 我是生物医院神经外科的李小雨 我在网文科主要负责 书中的神经电生理监测工作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内容就是 电生理监测在神经外科手术中的应用 首先我来说一下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 包括电生理监测的概念 电生理监测的目的 目前主要应用于手术中的监测方法 不同手术的电生理监测方式 以及检查方法的应用 最后我会举一些患者的例子 首先电生理监测的概念 就是用各种神经电生理技术 在手术中监测神经系统功能的完整性 首先这个诱发电位的发展历史 我简单的讲一下 它首先其实还是从脑电来开始的 然后最早的话在动物和人类当中都发现了脑电活动 随后呢就有人发现 我们还可以诱发出来一种电活动 但这种电活动只有脑电的很小的一个波幅 是0.3到20位 非常难以记录 然后就没有再发展 然后直到1950年 美国的学者他采用信号叠加技术来解决了这个提感优发电位的难题 所以才使得这个优发电位能够应用起来 然后1960年之后呢 计算机的发展使优发电位技术发展运发完善 大家也可以呃做过这个工作的人可能可以知道这个优发电位的话可能离不开一个叠加 而我们平常工作的话更离不开计算机 嗯 而术中监测的发展历史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紧接着优发电位的历史来开始的 从优发电位开始开始能够应用之后呢 首先20世纪60年代 听神匿流手术当中就开始应用监测面神经 最后70年代提感优发电位应用于脊柱侧弯手术当中 然后在80年代初 听觉优发电位应用于微血管减压手术当中 到80年代末呢 是EMG和听优发来应用于颅底手术当中 而运动优发电位也是我们现在应用的 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优发电位 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应用的 它主要应用在脊髓病变的手术当中 这是我们科目前应用于监测的设备 呃我们可以说我们 我们科拥有这个国际上 还有国内所有的主流的品牌的设备 包括尼高利的三台 艾泰克的两台 美顿利的一台 以及两台心筋的卡威 然后从09年开始到现在 一共完成了患者树中监测和患者检查 3500亿例 这是树中监测使用的耗材 第一个是一个单根的针电机 第二个是一个双脚线的针电机 第三个是贴片电机 然后第四个这个是螺旋电底 主要应用在头皮上 然后这个是树中刺激神经 用的一个刺激电机 而这个电机是一个贴片电机 可以来记录皮层的有发电位 也可以做皮层刺激 或者做皮层脑电的记录 变成你监测的目的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呢 发现手术操作 引起了神经损伤和原因 以便立即采取干预措施 解剖上呢 变定特定的神经结构 确保重要的神经组织不受损伤 比方说在听之旅游手术当中 来保护面神经 树中积极鉴别 失去功能的神经结构 帮助树者采取更积极的手术策略 比如说肿瘤和电线噪切除 帮助分析导致神经操作 损伤的手术操作 改进手术技术和技巧 预测树后神经功能的恢复情况 最后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电生理监测 来监测树中系统性的变化 比方说药物 缺氧和低血压等造成的 对神经功能的影响 目前应用在 树中的一些电生理监测的方法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体感优发电位 RCEP 运动优发电位 MEP 脑干听觉优发电位 BAEP 机电EMG 脑电 EG 还有一些反射 目前已开始应用在树中 包括球海绵体反射 H反射等 体感优发电位监测的概念 体感优发电位监测呢 它是记录感觉系统 对于电刺激引发的反应 这个概念我就不念了 它其实简单的说呢 就是一个记录 上行传导通过完整性的一个监测方式 我们在病变以下的位置来给刺激 然后呢 在病变以上的任何位置 记录到的电位都叫做体感优发电位 解剖和生理 它虽然叫做感觉优发电位 但是它反映的不是所有的感觉 它这个通路是 主要反映的是一个 深感觉的传导通路 也就是这个 我在这边写的这个 深感觉的传导通路的传导方式 而且呢 它和脊髓的血共的话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讲一下 因为它脊髓的血共 包括一根脊髓前和两根脊髓后 而体感优发电位的话 它可能只能反映脊髓后的一个 攻血的情况 以及这个比较后侧的这个 背侧的一个脊髓的一个功能的反应 所以呢 体感优发电位就有它的一定的这个 局限性 在最开始的时候 脊柱手术当中是 仅仅用体感优发电位来监测的 因为它只能监测到一个背侧的一个功能 所以就出现了一些 它的辐测受影响 体髓辐测受影响的时候 而体感优发电位没有发生变化的这种情况 因此就出现了一些假音性的结果 所以运动优发才逐渐开始应用的 体感优发的方法学呢 我就不再细讲 它主要就是用一个电流的刺激 然后下肢要比上肢用的刺激量大一些 刺激的需要叠加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关键技术 然后刺激部位的话 上肢我们可以刺激正中神经 如果正中神经的话 不能记录 不能刺激的话 我们也可以刺激止神经 下肢的话我们一般刺激颈厚神经 而刺激电极的话呢 之前用表面电极比较多 我现在比较习惯用真电极 真电极的话 它不用消毒皮肤表面 也不用 它不用就是处理皮肤表面 不需要磨砂呀这些操作 它的刺激效果会更好一些 然后记录电极的话呢 我们在上肢是根据 我们都是根据脑电的12系统来做定位的 我们上肢在C3片C4片来做记录 然后FZ做参考 然后下肢的话 我们在CZ片做记录 FZ做参考 其实这个记录的位置和感觉必须的投射区 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在上肢记录的这个位置 正好是C3C4的位置 也是一个首个投射的位置 而这个独步的投射位置 就是我们在记录CZ这个位置 这是我自己来拍的两个 就是我们关于正中神经刺激点和 紧后神经刺激点的这个位置图 我们在正中神经刺激出来的这个波形 叫做N20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变生理当中 我们把所有向上的波形 叫做负向的波形 negative波形 所以它的潜伏器在20毫秒左右 所以命名为N20 而下肢呢 它是一个看到一个向下的 潜伏器在40毫秒左右的一个波形 所以它命名为P40 我们就主要在树中观察这两个指标 影响因素的话 体感应发电位的话 麻醉会有一些影响 但不是特别大 首先的话 我们要控制吸入性麻醉药物的使用 一般呢 要单一使用 控制在0.5MT内 而麻醉深度影响的话 我们可以看脑电双平指数 我们科 我们医院的麻醉科是常规应用脑电双平指数来看麻醉深度的 这个最好要控制在50以内 如果是低于40的话 可能就会对体感有发电位造成影响 当然太高也不行 太高病人可能就会动会醒了 所以需要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会比较好 另外一个对于麻醉的影响来说呢 下肢受的影响会更大 体位的因素呢 血压 血压降低会造成一个降低到50毫米孔柱以下 会造成SCP的不可逆降低 而体温的降低呢 会引起SCP减伏器的延长 判定标准的话 体感有发电位 它的判定标准还是比较一致的 目前应用的叫做50实原则 也就是说我们把波幅降低超过50% 减伏器延长10%来作为它的标准 但是在不中手术当中确实在应用中有一定的区别 待会我会细讲 首先呢 当然我们所有的判定的前提都是要先排除技术因素 然后排除麻醉 体温血压等影响 然后再和数者做汇报 运动有发电位的监测 刚才我也讲过了 因为体感有发电位在脊髓手术当中的应用 出现了一些假音性的结果 使得就是运动的假音性结果 所以我们很多我们有把运动有发电位来应用在监测手术当中 运动有发电位呢 它是指的是筋炉头皮电脊 电磁级运动皮脂或者磁四级运动皮脂 在手术部位以下的脊髓 外周和上肢和下肢的肌肉 引发的肌肉动作电位和符合神经动作电位 简单的说呢 相对于体感有发电位来说 它是一个记录下行传导通过完整性的一个监测方式 但是以前还有人的脊髓做记录 然后在脊髓做刺激 然后在下边的脊髓或者脊髓上来做记录 但是现在呢 这种方法基本上已经废除了 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有动物实验认为 那种经脊髓刺激的这种诱发电位 很可能是经过体感的传导通过 意向传导才去的 所以目前所有的运用诱发电位 都认为应该经颅来做刺激 我们在病变以上的这个颅部 颅骨 经过颅骨 就是做 放刺激电机 或者是在皮层直接做刺激 然后在病变以下的脊髓 或者是肌肉上激动到的诱发电位 都叫做运动诱发电位 分类的话 目前就是主要包括三种 一种是经头皮 就是把电机放在头皮上 刺激脑运动体质 引发的运动诱发电位 然后经皮层打开 打开这个颅骨之后 我们可以在皮层上直接刺激 运动体质引发的运动诱发电位 还有一种是近20年来 在国外可能用的比较多 但是国内我们可能用的 还比较少的一个诱发电位 就是同样在头皮做刺激 然后我们在几随 做记录的一个诱发电位 叫做底波 只要包括以下三种 方法是我就不再细讲 它呢相对于体感油发电位来说 它主要就是一个单次刺激 然后刺激部位的话 这个可能有一点靠前 我们可以再稍微往后一点 目前的机器 主流的机器都可以做到双向刺激了 最开始的机器 尼高利的话 它一般是单向刺激的 现在新的机器系统 基本上都可以做双向刺激 我们只要把电极放在C1和C2上 它互为刺激 其实我们在双侧的 大部分患者双侧的肌肉 上下肢上都可以记录到 运动优法电位 这个是运动优法电位 刺激所用的这个螺旋电极 其实我们现在记录的话 只要是在头皮 不管是刺激还是记录 可能都会经常用这种电极 它的缺点就是可能皮损会比较大一些 但是优点也特别显著 就是它中间不会脱落 然后不管手术当中有什么 剧烈的操作的话 它都不会脱落 这样的话比较方便 用我们来做监测 记录参数的话呢 它首先就是刚才我讲过 它不需要平均 另外下面这两张图 是在上肢 下肢和上肢上 最容易记录到 运动优法电位的两组肌肉 就是大概是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在树中记录到的 典型优法电位波形 上面这张图 就是我们自己 在树中记录的优法电位波形 可以看到它就是前面是一个五个串的刺激 出来的就是一个五个串的一个波形 而下面这张图展示的是在不同的肌肉组上 记录到的运动优法电位波形 可以看到是比较细小的肌肉 它的这种波形分化会更好 而随着比刺激点越远 这个运动优法电位的前处期就会越长 影响因素 运动优法电位其实受麻醉的影响 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它下肢受的影响比上肢已是会更大一些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运动优法电位的话 我们的麻醉的方案 一般来说都是仅仅在诱导用激缩 然后在吸入性麻醉 吸入性的麻醉剂要控制在0.5mg以下 其实最好是不用的 如果可以的情况 然后麻醉深度的话 要控制在最低不能低于40 但是呢这也是要根据个体化 和手术的情况来定的 要以安全为主 因为如果病人在树中在动物的话 就是它对麻醉剂的这种 麻醉剂的这种反应如果是不太敏感 它可能在树中用的比药比较少的情况下 它会动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为了不影响树的操作 可能也会用一些寄送药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用的话 记住不能单次给 一定要持续给 其他影响因素的话 平均动魅压的这个降低 也会影响它的波幅 另外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印度优法电位的话 会引起患者的体动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在每次刺激之前 都要和手术医生和麻醉医生 来告知 免得引起他们 影响他们的手术 另外一个就是说 会引起 有一部分病人会引起他的咬舌 所以我们在 这个做运动优法电位之前 最好在患者的 给他垫一个牙垫 然后做一些处理 判定标准的话 目前运动优法电位的 判定标准是不一样的 也有很多新的研究来发表 其实在不同部位的 在不同部位的手术的话 运动优法电位的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 而对于同一部位来说 可能不同的手术也不一样 有的人用的是50%的原则 有的人用全后无 也有用80%的原则 这个都是目前用的一些方法 但是它是可能需要根据不同的手术来看 首先也是要排除技术因素 另外要排除麻醉和生理等因素 对于它假阳性和假阴性的报道来说 假阳性可能大家都遇到过 假阳性的结果就是说 我们运动优法电位很好 运动优法电位变化了 就是变化得很厉害 然后我们跟尤其是在随内肿流 这种手术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很大程度的降低 我们跟数者说了 但是这个结束之后 手术结束之后呢 它可能很快 这个病人激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这种情况可能大家如果做过监测的话 或者是有人来 是手术医生的话 有人来给你们做监测的话 你们可能都会遇到过 这种情况大家都见过 而假阴性的结果的话 实际上报道并不多 但是近几年来也开始有报道 其实这两种情况是都有的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的镜色 脑干听觉诱发电位 它主要是反映一个听觉 唇导通路的一个完整性的镜色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 它我们在书中主要看 一三五三个波 这个波形一呢 它主要代表的是 第八颅神经的外周端 靠近耳窝的位置 而波形三呢 反映是第八颅神经脑干端 上干蓝铁的位置 而波形五反映是中脑下部 脑袋上部的位置 这都是一个理论上的 一个大概的一个投射 不是绝对的 方法学的话 我们这个这张图反映 就是我们用作用作刺激 用作听诱发刺激的这个耳机 我们用它来发出一个宽带的卡卡音 然后把这个三我们会放到这个外道里 这三种不同类型 不同类型的耳赛 有儿童到 有大巨大耳廓的 还有不同人的 刺激强度的话 一般给100分贝 然后在对侧给一个60分贝的噪音 记录参数的话 它的记录的话 我们一般在同侧耳垂和乳突 然后头顶来做一个参考 线号的分析时间的话 一般不小于15毫秒 这个优法电位和体感优法电位 一样也是需要叠加的一个优法电位 我们有时候甚至要叠加1000次活的以上 因为在树中干扰比较多 可能要叠加次数比较多 才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波形 然后下面这张图是我们自己在树中 记录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波形 123 5 6 7都有 只有这个 可能四合五融合了 但是这个这几个波形是都在的 影响因素的话 它相对来说受麻醉的影响会比较小一些 跟体感优法差不太多 在麻醉后呢 各波的潜伏期掉出前都可能会延长 体温的降低呢 会延长各波的潜伏期和反应间期 而电干扰的话 可能影响会比较大一些 然后所以我们在树中需要多四叶加 并且说如果是树间的话 如果干扰特别多 然后又没有低线的话 你可能记录的效果就不会特别好 判定标准的话 首先也是要先排除技术的原因 是不是有耳塞脱落 或者是有没有血液进入 外耳道之内的 然后双侧的变化 首先要考虑是不是生理原因造成的 如果是单侧变化 各波的潜伏期延长了1.5毫秒以上 或者波幅降低50%以上 就要考虑是不是有什么 你需要提醒数字的变化 或者是进行期的潜伏期的延长 或者波幅的改变 也要提醒数字 肌验图的监测呢 肌垫图主要是观察肌肉中自发产生的 或有随意收缩子引起的动作电位 并记录肌肉电活动的方法 在手术中 我们主要是看 自由积淀和刺激积淀两种方法来做监测 自由积淀呢 就是我们直接来观察肌肉的这种电活动 而刺激积淀呢 是我们刺激神经根 来看这种 引发出来的一个积淀活动 这是自由积淀的三种不同的反应 包括一个正常的积淀 一个爆发的积淀 还有一个成串的爆发的积淀 这都是在手术中记录到的 影响因素的话 积淀的话 实际上自由积淀相对于体感和运动来说 它受麻醉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控制整体麻醉深度 如果你只看自由积淀的话 其实可以持续的给一些寄送药 但是如果你要用刺激积淀来确定刺激阈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严格来控制这种麻醉深度和寄送药了 吸入和寄送最好动情 判定标准的话 首先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树中的其实自由积淀受干扰的大小和树后神经功能不一定有相关性 就是说不是说树中一直有干扰出现的这种积淀干扰的患者 就树后一定有问题 它不是不是长百分百的 而即使很平静也不一定说明它的神经就没有受损伤 我们自由积淀只能起到一个定位的作用 很难起到一个预测的作用 那我们靠什么来做预测呢 我们要靠刺激积淀 我们根据刺激积淀的反应的预值来反映术后的神经功能 当然了它的预值越高 肯定术后功能就越差 不同手术的监测方法 以及它的应用 首先我讲一下脊髓脊柱手中的电生理监测 我们一般来说会根据不同的手术阶段来有不同的监测重点 对于颈端手术来说 可能涉及到脊髓损伤 神经根损伤 脑干损伤 那么我们上下肢的体感 上下肢的运动 体垫 甚至体育发都要做监测 而胸钻的手术的话 因为它内肩肌测解的神经根的话 我们很少做监测 一般的主要是看脊髓损伤 我们会做它的上下肢运动 上下肢体育发 然后腰底端的手术来说呢 其实腰底端的话 因为腰椅下就没有脊髓了 我们主要是要 主要的手术风险也是神经根损伤 所以我们看下肢 以及肛门过一肢的肌垫 以及下肢体感 下肢的运动又发 对脊髓侧弯的小精手术来说 它可能涉及到脊髓的损伤 和神经根损伤都有可能 要做上下肢的体感 运动 以及肌垫 对于脊髓脊手术中 我们电生理心测 可能实现的心测范围 其实主要总结下来的话 是包括两种 包括脊髓功能的损伤 以及神经根功能的损伤 脊髓功能呢 又包括机械损伤 和脊髓手工的损伤 然后脊髓的话 我们可以监测 根据用运动优法电位 来监测它的下肢传导通路 用感觉优法电位 来监测上肢传导通路 而神经根呢 我们可以用自由机电 次翼机电 以及运动优法电位 把这个运动优法电位 记录到相应的 时间跟支配的肌肉上 来做记录 这是腰以下肢管 那神经根的分布情况 然后左边一张图 是在不同阶段的 这种脊髓 所存在的这种情况 所支配的这种情况 然后这是必从神经根 支配的肌肉的情况 这是一个列表 这是腰从的神经根 支配的肌肉的情况 然后这是它的列表 我们根据所支配的 不同的肌肉 然后我们涉及到手术当中 所涉及到的这些神经根 来确定监测的肌肉 当然是可能越多 越细的话会越好 但是在比较就是说 如果时间比较紧的情况下呢 我们要选择比较 把关键的肌肉 至少都要记录上 对于几岁的血共来说 刚才我简单讲过了 就是我们有一根几岁前 和两根几岁后 它对应的话 分别就是反映了 可能有体感 运动油发和体感油发 可以分别做一些 脊髓血共的代表 这是脊髓上行和下行 传导线微术的分布 我用左边标的这两个 是我们这个运动油发电位 可以记录到的这个传导术 而右边这个是 感觉油发电位 可以记录到的传导术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是不可以覆盖到 整个脊髓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用了运动油发 和体感油发电位来监测 仍然会有假阳性 和假阴性结果出现的 这种原因 现在来举几个例子 首先的话 B01是一个34岁的男性 他主要是因为 这个颈部的剧烈头痛 来就医的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 紧缎的脊髓动静脉肌型 然后插体的话 是一个左侧的 紧入5到8的感觉减退 双侧上下肢肌力是正常的 这是它的影像学 以及就是核磁和噪语的这种片子 成端是一个 颈三到四的脊髓动静脉肌型 脊髓动静脉肌型 是我们科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手术 是招呼器主任 可能是在 不管是在我们国家 还是在全世界可能做的病例都是最多的 我们也是完成这种手术最多的一个中心 这种手术我们一般会在杂交手术间做 这就是杂交手术间的图 因为它设计到比较多的这个脊髓血空 在杂交手术间做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随时做造影 看脊髓血空的情况 然后我们也可以再结合有发电位 来看它的功能情况 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监测效果 这是它树中的监测的情况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上肢 下肢的运动的发电位 还都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体感有发电位 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因为它可能左侧颈段 已经有一些感觉障碍 所以它左上肢的体感病不是特别好 这个患者术后没有心发的功能障碍 这是它患者术后的这个切除完病变 以及术后造影的情况 患者二呢 是一个缓术椎脱位的一个患者 它是一个主速是头晕三个月 进行增加重 这个患者的话 它比较 我想讲的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就是它的监测方式 跟刚才讲的这个患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域 它比较有意思就是说 这是跟脊柱组检主人他们组 检方棕主人他们组合作的一个手术 这个病人主要是在麻醉后 他打完头架之后呢 出现了一个感觉有发电位的一个降低 可能是对颈部形成那个压迫 所以这个时候住者调整了 头架的位置之后 体感有发电位就恢复了 然后这个患者术后的话 没有心发风格障碍 患者三呢也是跟脊柱组合作做的手术 它是一个14岁女孩 是一个脊髓胸7到11的食管魔瘤 然后这个患者术前的 这神经功能都是正常的 监测方式呢 因为刚才我讲过 对于胸断的手术来说 我们可能主要就看脊髓的功能 所以就是下置了体感的发电位 运动的发电位 以及肌炎的监测 这是它的感觉 整个的树中 切除肿瘤当中的感觉的发电位 这是比较早的一个病人 所以只做了远端的这个肌肉的记录 这个病人在切除肿瘤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个运动发电位 左侧的一个消失 右侧的也降低超过80% 我们跟数者提醒之后呢 数者减少了对这个脊髓的前拉 然后慢慢的这个波形就逐渐恢复了 左侧基本完全恢复了 右侧的话也恢复到最开始的20%以上 当然这个患者说还是会有一些右下置的利弱 但是在出现之前他就恢复了 病一四这个患者呢 他是一个44岁的男性 就是他的影像学的片子 然后这个患者是一个胸十二到腰一的随内肿瘤 并且半有腰四到腰阶盘突出 插体的话有一个左脚中指感觉减退 这种患者的话 因为胸十二腰一的患者 我们会比较除了下置无能以外 我们还要看他的肛门溃机的功能 然后我们一般会把他的肌垫和这个体感优化电位 以及运动优化电位都做记录 然后肛门溃机的运动优化电位的话 这个报道可能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们发现他效果也挺好的 就是我们在手术当中除了在下置做记录以外 把肛门溃机也记录上 然后看他的优化电位的变化 也可以看到这个圆锥功能 对圆锥功能的影响 那这个患者是在期术中的时候 确实出现了一个左侧的 整个一侧的肌肉的这个 从下置的运动优化电位都降低了 然后跟输者汇报之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会减少对这种脊髓的牵拉 或者是给一些激素呀之类的这种 冲击治疗 他的这些优化电位就基本上全恢复了 到最后关于膜之前恢复到最开始的水平 这个患者术后没有什么心发的功能障碍 患者五呢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 他是一个脊髓栓系综合症的患者 是我们跟脊髓脊柱组 经常合作的一个监测的一种方式 因为脊髓栓系综合症的话 我们要把可能要把中丝切断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要把神经根辨别出来 这个患者的话 除了他左下肢也有一个激励的减退 其他是正常的 然后有一个左下肢的通恩觉的减退 这个患者其实说白了 这种综合症的患者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高能功能的一个保留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把中丝 中丝不应该是有功能的 我们把中丝切断了 他也不应该有什么功能障碍 问题是我们实际上在操作当中的功能 这个中丝周围经常会有一些神经根的包扰 如果我们在切断的时候 把运动神经根一下一起切断的话 就会对患者造成影响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要电生理要协助数者做的就是 通过次级来间谍出来 看看这个中丝周围有没有神经根包扰 如果有的话呢 把它给分离开 彻底只剩下中丝 然后再把东丝切断 这个时候就比较安全 这个就是我们在次级导支配 在这个中丝周围次级导支配高能功能 这个神经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积电的反应 这个手术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说 这种刺激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电传导 因为周围有很多脑机液 我们首先要把脑机液洗得比较干净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 用一个绝缘的东西来做 另外一个就是我今年在去开 天坛侨慧主人开的 就是个电生理会的时候 听到国外的专家来讲的话 看他们放的图 他们都用一种勾撞的电机 直接把这个神经勾开 它就会跟这些液体分离开 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最近我们也在把这种电机 应用在手术当中 然后发现可能会 确实效果会比 普通的刺激电机更好一些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然后这个是书中记录的 这个运动有发电位的这种波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病人的话 其实他不是因为 这个真正的手术操作 原因造成的这种有发电位降低 他是因为我们加深麻醉 因为这个突然间发现 所有的导链 他的有发电位都降低了 你就跟麻醉一生交流 可能是他加深麻醉了 这个时候 这可能是 我们就不会报是 是因为手术的结果 然后后面的话 他减体之后就恢复了 另外呢 这个患者也是一个 几次生息的患者 为什么又讲 几次生息的患者 因为我在这个患者当中 尝试用了一个 BCR的一个检测方式 知道大家在 就是这种方式用的多不多 我们可以把运动发电位的 盖门科技机的运动发电位 以及这种方式来结合起来 来监测这个 底部的神经跟功能的情况 然后这个 对于这种 BCR来说呢 它是一个反射 这是我们在树中记录到的 可能 那对于 都是在盖门科技机上做刺激 女孩的话 在阴地上做记录 男孩的话 在阴性上做记录 这个女孩的话 可能不太容易做出来 这个我没有做过 男孩的话 我们做了几个 效果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把这个 和钢门科技机的运动发电位 结合起来看 第七个患者的话 是一个这个体随的胸 二到三的一个血网 体随血网患者 然后这个患者的话 视前肌力 已经有一个降低了 为什么要讲这个患者 这个患者 大家也可能会觉得 是跟前面是不是又重复了 讲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 这个患者数前肌力 已经比较差了 不知道在座有 就是听课的同事 有没有开点 优法电位检测的 大家可以 有一个常识 就可能 大家就应该都知道 对于肌力三级 或三级以下的患者 可能就很难记录到 一个肌肉的运动优法电位 这个所以在国际上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都会用地波 就是脊髓上 直接记录的优法电位 来反映皮脊脊髓术的功能 所以我 因为我们这种电机 在国内是没有许可症的 所以还不能用 我是用了一个 替代的电机来做 这个是 这两种我就不讲了 因为这原来是 书中的运动优法 和体感优法 跟平常的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这个递波 是我用一个替代电机 当时试了一下 发现还是很稳定的 这种 不知道这种电机 什么时候能够 在我们国内广泛应用 因为在国外的文件中 报道说 当肌肉的运动优法电位 完全消失的时候 只要这个波形 还能存在50%的波幅 就代表披着脊髓术是完整的 然后 即使术后它有空中障碍 它仍然有希望恢复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监测方式 最后这个脊髓的患者 是一个 经完性脑瘫的患者 这种我们做的不太多 就是跟曾高主任来做的 一个监测方式 虽然这个不多 但是这种手术 是完全依赖于 电生理监测的一种方式 我们会在术中的话呢 把应用电生理监测 把它这个神经根 感觉根和运动根 首先去分开 然后再在感觉根中 找比较抗近的感觉根 把它切断 从而使得这个 环体患者的这种 症状的症状 它主要是 肌垫会分成几种 包括这个 正常的 异常的 还有异常有分几种 一般来说 我们会切这种 三级和四级的这两种 会切掉一部分 并且要保持两边的平衡 会切掉一部分 然后来缓解它的 症状症状 这就是在术中 记录到的一个 比较就是 波及到 其他的肌肉组 甚至对侧的肌肉组的 一个神经根 一个感觉根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再细讲 它的监测方法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后面 找我再交流 然后这个患者的话呢 是我们借两年 星座的一个患者 然后 它是一个脊髓血管 激情的 也是一个脊髓血管 激情的患者 是一个 这个患者 这是它的 树前的核磁 它是一个脊髓 动静脉激情 半神经根 动静脉漏 的一个患者 为什么讲 它因为这个病例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它反映了一个 诱发电位 对供血性损伤的 一个敏感性的这种 是一个 反映敏感性的病例 然后这个 病患者的话 我也发了一个个案 在一个 在发表了一篇 那个ICI 是一个个案 所以觉得 这个病人 也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病人 这是我们在书中 打开一模后的 看到的一个 静脉虎所见 然后我们把 神经根的 神经根的动静脉漏 漏切除了 然后 又切断了 几岁后宫血 到中间脉脊 激情 和随州的一些病变 然后切断之后呢 这个几岁后宫血 的中间脉 激情 和随州的病变 就不太显影了 这个时候 除了这个麻醉之后 最开始 肌线不太好 后来就全部 下肢和 肛门回忌的 运动的发泄 都出来了 在这个 整个切除过程当中 是没有变化的 然后体感也是增长的 随后呢 我们突然发现了 一个 左侧的 下肢的 运动运发电位 以及肛门 运动运发电位的 一个消失 跟树者 汇报之后呢 自造影 发现了一个 脊髓前血栓的形成 随后呢 就用尿筋 没来 容栓 当原椎 血功 恢复之后呢 这个运动运发电位 就出现了一个 逐步的 恢复 血栓形成的时候 我们看体感 运发电位 它 左侧也消失了 然后 但是呢 这个体感 运发电位 恢复的 没有 运动运发那么好 但这个患者 术后的话 还是没有 刑法问题的障碍 这是它 这个树中 造影显示 出来 几岁 这个 几岁前 主动必栓的 一个情况 然后容栓之后呢 造影提示 这个圆主血核 恢复之后呢 它这个 运发电位 运动 基本上 全部恢复了 患者没有 心脏中障碍 这个患者 比较 有意思 就是说 我觉得它 可能对于 供血造成的 功能性损伤 反应非常及时 并且 所以说 这种监测 我们也可以用在 全麻生栽的患者当中 另外一个 我们也可以看到 但是它的SEP也降低了 所以说 这个体感优化电位 也不一定 仅仅全部都只能 反应感觉通路 可能在部分病例中 也能预测到 运动损伤 这个 在其他的病例中 也是在其他的文献中 我也是看到过报道的 另外一个 我们符合手术 结合这个电影监测 还是有很大优势 这个我不再细讲 因为时间关系 我跟大家分享 几个文献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我觉得 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 一个是2007年 这个文献 是关于一个运动优化电位 变色标准的 它总结了一下 这个增数 然后 对于这个颅脑的手术 大家可以看 可能是要 用50%来做降低 运动优化电位的降低 来做标准 而对于 体学的手术来说呢 可能用80% 或者全后五的会比较多 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研究 也不完全一样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文章呢 是对于不同的 两种脊髓站位 它的监测方式的一个 监测结果的一个不同 这可能也是我们将来的 一个研究的方向 就是说 没有那么简单 说只要是 在脊髓的手术中 它的监测的标准 就完全一样 可能连不同性质 在同一阶段 不同性质的手术来说 可能监测的结果 都不一样 所以标准也可能不一样 这个呢 就是关于 假阳性和假阴性的报道 其实在十年前的话 可能假阴性报道 是很少的 然后可能有一篇文献 就是个案报道 还受到了很多的质疑 但是目前 实际上 不管是我自己 在工作当中 或者和其他同行交流 或者是在最新的文献 当中查到 其实大家都开始发现 也可能是我们监测的 越来越多了 假阴性结果 在运动油发电位当中 仍然是存在 能几率比较小 但肯定是有的 这篇文献 是关于2728个患者 来做的一个 他做的一个总结 他实际上 他仍然也有一部分 假阴性结果的 运动油发电位的报道 下一个 我讲一下脑绩 稳定手术中的 变胜理监测 我们目前在脑绩 变胜手术当中 我们主要就是监测 中脉瘤 中脉瘤来说的话 我们会根据 我们在树中 指钻的这种 公解中脉 它所供应的 不同的皮层 来投射区 来选择这样的 监测方式 对于主人大脑前道 或者大脑前动脉的 动脉瘤 我们选择对侧的 下肢体感 来做监测 大脑中的话 肯定是对侧上肢 而颈内的话 我们可能对侧上下肢 都要看 对于 动脉瘤手术当中的监测 我想说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它 其实用的监测方式 跟脊绩手术 是完全一样的 也是体感油发 和硬性油发 但是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要以 体感油发电位为主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 在动脉瘤手术当中 我们其实 面对的最大的风险 就是因为阻断 宫血动脉 或者是在 加弊动脉瘤的时候 造成了一个皮层缺血 而体感油发电位 对皮层缺血 非常敏感 比运动油发电位 够敏感 为什么 后面我会讲 我们在动物实验当中 已经证实了 这个脑血流的纤色值 和体感油发的N20波形 是有相关性的 正常的话 大概是在50 它对应基线值 12到16毫升 对应基线值的50% 而比12的情况下 会消失 其实这是很早的文献当中 对于则德尔的证实 而不同部位 确减实体 体感油发电位 降低的预值 是不一样的 皮层的话 耐热度是 最差的 它15到20毫升 就会发生降低 而皮层下的话 是10到15毫升 脑干的话 可能会更 就是需要小一时 它才会发生降低 它的耐热度会好一些 对于运动 动脑瘤手术当中 那运动诱发电位 还有没有意义 它也有意义 这个是 UCSF 波兰军老师 一篇文献当中 它总结到 你进行体感油发电位 検测的话 在动脑瘤手术当中 会出现 运动功能受损 在阴护结果 大概占到1到9 而在运动诱发电位当中 在动脑瘤手术当中 运动诱发电位 主要监测 纯运动功能的损伤 也就是一些 穿脂动霸的损伤 对应皮层下去血 体感油发电位 对应皮层去血 运动诱发电位 对应皮层下去血 可能发生运动 纯粹运动损伤的情况 它也总结了有五种 包括底下几个 穿脂的损伤 为什么运动 优发电位 我刚才说 要作为 在动脑瘤手术当中 要作为 体感油发电位的辅助呢 因为它对皮层去血的 这种反应上 存在一定的盲点 因为我们用 不同的刺激量 实际刺激的位置 是不一样的 较弱刺激的是 皮层和皮层下 中度的刺激量 刺激的是内囊 而较大的刺激量 刺激的是脑干 而我们这种 到底什么 多大是较弱 到底多大是中度 到底多大是较大 我们是很难 用一个量 来做界定的 并且它会受到 麻醉的影响 还有个体的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 当我们 我们在这个 这种原理 在脊髓手术当中 不受影响 而在动脑流手术当中 如果波形降低了 我们可能会增加一个 一定的刺激量 这个时候 有可能它会穿透 直接穿到刺激到脑干 那么就会 忽略到皮层的损伤 这个时候的话 它的效果就不会那么好 讲几个病例 首先这个患者 是一个右侧的 大脑中的动脑流的 一个患者 这是他的 术前的脏语片子 然后这个患者的话 我们就是在这个患测 发现了一个 树中的时候 一个体感有外电位的 一个降低 非常明显都降低了 在这个同时呢 我们发现了一个 马瑞医生跟我说 它的B4值也降低了 其实B4值呢 B4值叫做脑电说明指数 它就是根据脑电波符 来计算出来的 其实在国外 有很多人也用脑电来监测 这种皮层是否缺血 这两种方法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 在我们这个病人当中 我们看到 它实现了一个 一致的一个反应 而到底哪种更好呢 我自己的话 因为之前做体感 优发做的比较多 所以可能选择了这种 它可有优缺点吧 我觉得体感优发电位的话呢 它可能比较容易判断 它的这种指标 比较单一 就一个波形 我们来看 有没有降低就可以 但是它需要提加 并且呢 它可能记录的范围比较局限 而脑电图呢 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多记录一些导连 所以反应的这种范围 会更大一些 但是它的缺点是 比较容易受麻醉影响 可能稍微一身 你就会有 就会出现发发抑制 你就很难再看了 另外一个的话 如果你不是对脑电 很熟悉的话 你可能很难 通过一个动态的反应 来看到它的波形 是不是有一个 很快的一个 就是波幅的一个降低 很快的来判断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 根据自己的熟悉程度 来选择减锁方式 这是它的运动油发电位 这个患者是我们比较早做的 一个患者 所以就可能也是因为 我感觉刺激量比较大 这就印证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体感油发电位 都已经没有了 但是运动油发电位 一直都很稳低 所以它可能忽略了 它的体层损伤 然后另外这个患者 是一个右侧颈内的 巨大的一个动脑瘤的患者 这个患者的话 我们虽然手术难度很大 也不停地在放开 阻断解除阻断 时间也有了还很长 但它的运动和体感 都一直很稳定 这种情况下 输者就比较踏实 可以一直在 持续地做操作 而患者术后 没有功能的障碍 但是阻断的时间 最好还是不要特别地长 能减短还是要减短 为什么 因为我们体感油发电位 可能反应的范围 没有那么全面 有一些什么语言功能 其他功能 这些在我们运发电位中 是反应不到的 所以说它术后 这些位置的缺取 我们看不到 所以说 还是要尽量的 就是不要把每次的 这种组断时间 放的过长 第三个这个患者 就是 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患者 它是一个 大脑前动脉 动脉瘤的患者 做了一个 体感油发电位 和我们做下职的 这个体感油发电位 和 应用发电位的监测 它是我们做了一个 搭桥的手术 时间也很长 但是它的 遇发电位 一直很稳定 所以它患者 术后也很好 而这个患者 也是一个 左侧的大脑中的 动脉瘤的患者 这个患者的 就是因为 它这个 骨包打开的比较大 我们难以放置 这个头皮的 自己垫颈 所以我们直接做了 一个皮层垫颈的 技术 然后也有一些 很有意思的发现 就是我们 它 术者在这个 加弊动脉瘤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 这个病毒发电位 消失了 增加次一量之后 仍然没有恢复 就跟树者汇报了 试者做了一个 荧光造影 发现可能是 加弊了一个 脉罗蒙前动脉 所以赶紧放开之后 再调整 这个时候呢 优发电位就恢复了 那么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时候 它体感优发电位 也降低了 然后 这个时候就避免了 一个可能出现的 术后的一个 缺血性的损伤 然后这个患者 是一个左侧的 前交通 动脉瘤的患者 这个患者是我讲的 就是在 动脉瘤手术当中 除了要注意这个 波幅降低以外 我们可能还要看一下 它这个 优发电位降低的 这个时间 它的一个时间窗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患者就是说 它其实每次降低之后 这个患者 它都恢复了 但是因为操作原因 我们有的时候 不能再 恰恶 就是说我说降低之后 马上就要放开阻断 所以可能阻断 时间比较长 这个患者虽然最后 体感优发电位 恢复了 但是它仍然有 术后的缺血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 皮层缺血耐受率的 一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这个 可能我要仔细讲一下 它就比较复杂 我简单地说一下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 从血管阻断 到体感 优发降低的 一个50%的这个时间 这也是我们国内 一个人发表的 一篇文献 就是 他认为这个 他把这个 做了一个比试 其实我认为 这个从血管阻断 到ICP降低50%的时间 恰好就反映了 患者的 对缺血耐受的程度 而这个时间 在不同的患者当中 是不同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降低非常快的 患者的话 那么 你就不能阻断 太长的时间 你就要解除的时间 比较 就要很快 尽量地 尽快解除 它这个阻断 如果这个时间很长 就说明 它可能比较耐受 那么我们可以 适当地来 延长这个时间 形成一个有节奏的 一个操作方式 然后就这个患者 就是我们把这种 基本上 把这种 就是理论来应用 在实际当中 这个患者也是一个 左侧的大脑中的 动脑瘤的一个患者 这个患者就是 他每次 当阻断之后 五分钟 都三分钟 会出现降低 五分钟会消失 这个时候 数者一般 他就放开了 然后我们每次操作 都是在这种 五分钟的时间内 由于节奏地完成的 五分钟放开 五分钟 五分钟阻断 五分钟放开 五分钟阻断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利用他自己的 这个资深的反应 来在这个 一段一段的时间内 把动脑瘤来加弊 这个情况下呢 虽然中间有降低 但是的这个患者 术后的话 没有心发的缺血 这是他的运动的 把电位 一直都是很正常的 颅滴手术中的 点生理监测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监测的 一个方面 然后主要涉及到 鲁神经的检测 我们用EMG 或者和听油发来做检测 然后脑干的检测呢 我们用体感油发和 听力油发点位来做检测 实际上 除了嗅神经和视神经以外 其他的神经 我们都能找到 他的现在 目前都能找到检测方式 可能视神经也有 但是我们 现在的效果不好 用的不太多 而其他的神经的话 大部分都有 他支配的肌肉 而前进窝神经的话 我们可以用听油发来检测 刚才我也讲过了 这些神经的话的 运动支 我们都可以根据 他所支配的肌肉 来做检测 动眼神经 我们检测 提上点肌 三大神经 检测咬肌 外感神经 我们检测外持肌 当然这个难度比较大 然后面神经的话 可以检测眼轮 口轮 或者是百科肌 也可以加上 然后水眼神经 检测净突烟肌 副神经 可以检测斜方肌 或者胸索卤出肌 弥走神经 检测缓甲肌 水下神经 可以检测舌肌 这个患者呢 是一个右侧的 听神经瘤的一个患者 这个患者的话 他已经有听觉减退 他术前的 和此片嘴的肿瘤 还不小 这是他侧位 因为这个隐私原因 我把这个 他的眼睛挡住了 这是他术前的面相 这患者因为他 右侧的肿瘤 他已经有右侧听力 的一个降低 严重降低 所以右侧的 听右发没有做出来 左侧还可以 然后 我们在这个 天灵流手术当中 也有我们自己的一套 方式 基本上也是跟 跟包玉海主任 和当天套主任 我们也是已经 模仿了很多年 大概有一个 比较成熟的方式 我们一般都会 先刺一下副神经 为什么要刺激副神经 因为副神经的话 我们通过他来看 我们的刺激 是不是有效 因为副神经 很容易长 然后呢 我们也通过这个反应 来看麻醉深度怎么样 如果你副神经 用0.1都自己 出来的话 那可能麻醉就 比较深 我们会让 麻醉医生 点浅麻醉 虽然用的麻醉方式 可能都没有用 极松药 但是个体的反应 还是会有区别的 比较注意的一点 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在 切钱做探测 因为 因为这个 在天经流手术当中 这个灵神经的解剖 和正常不一定是一样 尤其有些 已经会被压了 或者是 已经磨化了 在这个时候的话 你不能就是 卡卡的切下去 那你切完 切的时候 我可能 我们电生理账 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面神经已经断了 我们要在切钱 做探测 而且自由激电 不能预测 面神经的神经功能 就是说 有的时候 你把面神经切断了 你在干扰 它的外周端的时候 仍然会出现 很明显的激电反应 这时候 并不说明 它面神经是完整的 那我们要怎么来确定 它是完整的 要在脑干端来做刺激 来看 它是不是 有激电反应 这个就是 四肋面神经内经 到处出现的 一个典型的 这种激电反应 这是切除肿瘤之后 在脑干端来 自己的反应 然后这个患者的话 它的预知是 0.2 我们还会做一个 脑干端和外周端的 波幅对比 文献中也报道了 这种 也是有效的 这个是 术中刺激电的反应 包括这种 小的激电反应 和这种乘串的 激电反应 这是我们 总结的一些 我们自己 宣武的一些经验 因为这个也很长 时间关系 我今天 后面还有很多内容 我就不再细讲 大家可以 就是 后面跟我在交流 基本上就是 刚才我讲过的 这些要点 就是我们先 刺激浮神经 然后分块去说 你要定位 整个面神经的走行 最后我们再 确定自己预知 一般按说 0.1号案的话 患者的话 一般功能就会比较好 0.2或0.3的话 就多会受一些影响 如果超过0.3 还刺激不来的话 即使解剖保留了 患者 面神经功能 仍然会受到 比较大的损伤 患者2呢 是一个 也是一个 平常内容的患者 他是一个 左侧停留下 这样的一个患者 左侧停留下 这也是 他的术前的面向 术前的和 词 他左侧的停留发 也没有记录出来 这个是我 觉得比较清楚 一张图 我们刺激 浮神经的时候的 这个 这种反应 他这个就是 比较大的时候 才能刺激出来 于是我们让麻醉 减浅 把0.1 弄出来比较 好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继续操作 在不同的位置 我们每次 要接触之前 都会探测 肿瘤 周围和可疑阻置 用1.0毫安 遇上自己来探测 看有没有反应 如果有的话 可能离面神经很近 这是探测时的基电 这是自由基电 在内听道操作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要看自由基电的反应 看看 这个在内听道 每一次勾的时候 都要看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会 碰到面神经 这时候就要跟术者汇报 另外一点就是 目前文献当中 还会报道一种 叫ATRIN 可能这个神内做基电的话 它会是类似于 神内基电 神内他们做基电图的时候 出现了一种 神经受损的表现 就是一个停止一段 然后出现一段反应 这个反应 如果持续出现 时间比较长的话 可能会代表 患者说后功能不好 这也是一个 目前的一个文献中 报道的一个指标 这个患者就是 我们在书中 可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经常报的 小面时序的反应 而这个大面 从小面时序 然后 这个是切除完 在面神经脑干章 来做刺激的一个反应 这个患者的话 0.2左右 他的刺激率是0.2左右 他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是吧 大概在二指 一眼睛 两点头主人的刺激 做眉头 吃一口哨 来做眉头 稍微还是有些影响 或是 刺激 来说这种二级的病例 实际刺激 可能会 在一周之后 都会有一定恢复 时间长会恢复 这个患者 另外这个患者 他是一个 胆脂瘤的患者 他是 脑膜瘤的患者 他是一个 他比较有意思是 他左侧 他右侧腻力有问题 因为他右侧 有个中耳炎 虽然肿瘤是在左侧的 所以他右侧体挺有发作不来 这也是跟症状相似 这个患者的话 这个我想让大家看的 就是我们眼间测 他的外直肌 还有三叉 这个 这是刺激三叉的时候 的一个反应 跟面神经的 这种反应很相似 要注意 其实这种 是有交叉反应的 刺激三叉的时候 面神经可能也会有反应 刺激面神经的时候 三叉也会反应 到底怎么来辨别呢 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经验 今天时间关系我不细讲 然后这是刺激外展神经的 一个反应 对面积精卵手术 我们也常过来做监测 他主要是通过一个 叫侧方扩散反应 也有叫 异常基建反应来做监测 他是因为就在 面积精卵的患者当中 会出现一个异常的 病理性的环路 就是说我们 在正常人当中记录不到的 然后在我们在 眼轮做自己 可能在口罗能记录到 一个波形 简单的说 然后当这种压迫 就神经 血管对神经的压迫 解除之后呢 这个波形应该是消失 但是这个监测 就是也有他的一些 就是盲点 然后这个患者 就是我们一个 面积精卵的患者 这个是 就减压之后 找到血管之后 一般来说 其实找到 有的时候 有一些患者 在释放脑基业之后 这个波形就消失了 然后但是呢 就是 跌完之后呢 你在 冲上水之后 有可能他会恢复 如果你没有跌好 然后这个 患者还比较好 他就一直都 没有再出现 然后这个 监测的问题 就是说 他的敏感性比较强 特异性不强 然后 我们现在 也会常规来 监测听误发 因为确实 其实 发现实际 做多了之后 还是会有一些 会影响到听力的 我们会监测 听误发来 再看患者的听力 对于功能去肿瘤 手术的电生理检测来说 主要比较 需要讲的是两点 一个是 通过体感优法电位 来辨别中央沟 另外一点 就是皮层加刺激 首先 体感优法电位 辨别中央沟 大家可能会想问说 为什么我们做 感觉优法电位的话 还能记录到 运动区的 优法电位呢 就是因为 电刺激外周 引发的反应 除了在中央后 会记录到一个 N20以外 还有一部分 秋脑P值感觉线维 与中央前尾 运动P值形状 突出联系 那么这个电刺激 就会传到中央前尾 我们在那也会 记录到一个波形 就像昨天 这个图看到的 一个 在感觉器 记录到一个N20 在运动区呢 记录到一个P22 两个波形 刚好行动一个 针锋相对 一个 一个这个针锋相对的 这种 倒置的波形 那么这个 像这张图 在四和五的 导铃之间 就是中央钩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因为在感觉 其实在实际手术当中 功能区的 功能上的中央钩 和实际解剖 和解剖的中央钩 未必在一起 有的时候 也还会被肿瘤退役 所以我们要做一下 这个检测 来看一下 功能的中央钩 到底是在哪里 然后这个患者 是一个电险的患者 其实它类似于 功能区肿瘤的一种 监测方式 因为它切除的位置 也是差不多的 这个患者 就是我们记录的 这个波形 还很明显 这个1肯定就是 反而是感觉区 然后2 3 4 P2 2 2 那么1和2之间 就是中央钩 皮层刺激和皮层下刺 运动优法电位 也是近些年来 一个热点 然后我们往往会把它 结合在体感 优法电位之后 来进行 现在主要用的是 一个高频刺激法 但是术中的话 我们要注意 运动优法电位的话 有可能会引发 它的一个电弦发作 我们要被冰眼水冲洗 最近这些年 比较重要的理论 就是一个叫做 一毫米一毫安的理论 他认为就是说 你离传导数近 一毫米 得到刺激量 就会减低一毫安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 也就是说明 你离它越近 你的刺激值就会越低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一个患者 是一个这个 右侧 腻液交止流的患者 这个患者的话 我们就是 在我们的术中科斯 间做的和 汤杰主任和 李叶博士来一起 合作的一个手术 我们利用树中 树中的这个导航 结合我们树中次体 来定位 这个肿瘤边际 和线维术的位置 当这个刺激量 差不多在三毫安 能刺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 树者就停止了 再往下操作 然后因为觉得 已经运动 传导数非常近了 当然其实已经很近了 所以说患者术后功能 比较一个极客的降低 左侧 上下值的基地 当时极客是二级的 三周会恢复直升低 所以说到底切除到 多少毫安 应该停止 这个应该是我们以后 需要一个 需要积累的一个经验的过程 重症患者的电视力检查 和脑死亡的判定 是我们做的一个 工作的一个方面 因为这个的话是 大家都知道 我们凌峰主任的话 最早是就 救治了这个凤凰卫视的刘海若 然后所以就 我们的重症监护室 也是收治了很多的 脑死亡的患者 而且我们也是可能比较 在这方面也相对来 是比较权威 所以我们也给这些患者 做了一些检查 对于重症患者的 电视力检查来说的话 脑死亡判定是比较重要的一方面 还有一些昏迷患者的检查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们优化电位在这种监测 在这些患者当中 所起到的作用的话 是相对来说比较辅助的 首先还是要 要结合临床来看 我也是查了一些文献 然后根据文献当中的报道来说 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做这方面的评估的话 优化电位的判定 应该在昏迷 48小时以后进行 而体感优化电位 听觉优化电位 都应该结合临床症状 和其他检查手段进行 可能作为一个参考 体感优化电位 双侧二时的消失 预示了一个 预后的不良 而听觉优化电位 双侧五波的消失 可能提示 预后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而对于脑死亡的判定的话 首先也是 必须在临床判定的基础上 首先要有一个神魂迷 脑干反射消失 自主呼吸消失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能做确认实验 确认实验当中 有两者 都是跟我们电生理相关的 包括体感优化电位 和脑电 然后还有一项是PCD 脑死亡的体感优化电位 的判定标准 是双侧的N9和N13存在 而14、N18和N20消失 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外周的这些 波形骸存在 而皮层和皮层下的消失了 EG的脑死亡判定标准 是一个电信息 也就是脑电活动小 等于两位服 最后我想讲一下 就是监测是一个需要团队 团队合作和相互信任的工作 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 首先是跟麻醉医生的合作 大家也听到了 我刚才多次在每个 诱发电位的这种监测上 都讲到了和麻醉的一个方案的影响 所有的这个电信里的文献当中 方法学第一条都一定是麻醉的这种方案 所以说麻醉医生的方案 如果跟你配合不好的话 你监测一定不能成功 而且麻醉如果不平稳的话 会影响你的波形的变化 这个时候就会影响你对一个疫情值的判断 然后造成一个就是干扰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跟麻醉医生合作好 甚至要懂一些大概的麻醉方案 另外一个就是与手术医生的合作 这个监测是需要一个相互信任的一个合作 就是说你首先的 如果只有互相信任的话 你才能把这个做好 如果你如果监测者的话 你说什么的话 数者都存怀疑太多 你们很难就是配合的特别好 当然了这个也取决于监测者的技术和经验 这是我近三年来发表的一些SI的文章 也包括一些就是我们在树中的今天的总结 大家可以有有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嗯最后做一个广告就是说 今天时间特别有限 我大概掌握了就是一个小时把这些内容都讲完了 但是有很多东西讲不了太全 因为内容实在太多了 这应该是两个小时的这个环灯 我大概压缩到一个小时来讲 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就是要想开展这个工作 可以派人来我们这里学习 嗯和我们一起工作一起交流 我们是招收进修人员的 因为现在疫情也基本上快要结束了 我们恢复正常工作也是指日可待 大家可以有这个计划来我们这里学习 我们共同交流共同进步 最后谢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大家